鴻海創辦人郭台銘行程滿檔 全台廟宇走透透 周五前往社子島宮廟參拜 被傳出競選辦公室 將設立在新北板橋 是否要和侯友一戶別苗頭 我還沒決定 靜辦社在哪裡 所以下禮拜各位就知道 號召主流民意大聯盟 胡宇在野坐下來談合作 郭台銘自曝還在等一通電話 我想柯主席講過 我聽到了 他要喝果汁 我在等著他打電話來 我們就很快的 下禮拜 我們這三個人 就可以一起見面 不要經過任何的傳話 沒有預設立場 參選立委的民進黨議員王世堅 也出席同場活動 因為有事先行離開 過去強烈監督風格 反而讓賀文哲取得更高聲量 郭台銘這回也希望王世堅扶他一把 我去聽說剛剛有看到 講王世堅議員 他是扶龍王 我就看到 怎麼沒有來扶我一把 顧台銘的重大宣布 是不是真的下週揭曉 大家都在等一句話 現場電視胡宗翰劉資營 台灣推報道